前總統蔡英文出訪加拿大 出席哈利法克斯論壇發表演說 還親自宣布論壇明年 會在台灣舉辦 蔡前總統提到 全球局勢面臨迅速的變化 民主國家需要更加合作 來抵禦威權陣營的擴張 同一時間外交部長林佳龍 她也正在歐洲進行訪問 親自造訪了波蘭 要展現台灣對烏克蘭的支持 前總統蔡英文才剛登臺 全場來賓起立爆出熱烈掌聲 在加拿大舉辦的 哈利法克斯論壇上 蔡前總統親自宣布 論壇明年將在台灣舉辦 我希望這機會 邀請你們去台灣 去嘗試我們的濃烈的民主 蔡前總統和哈利法克斯論壇 可說相當有淵源 2021年初 時任總統的蔡英文 貨班馬侃公共服務領袖獎 可惜當時因為疫情 無法親自出席領獎 而這個獎正是為了紀念 已故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侃 過往的立場超級挺台 這回更是由馬侃的兒子 擔任引言人 邀請蔡前總統上台 我們現在在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 在這時代 民主主義和民主主義 都遇到一些最大的挑戰 談話內容聚焦全球局勢 蔡前總統更當眾分享 台灣經驗 台灣站在這個不平常的激烈 以管理性的危險 同一時間外交部長林佳龍 抵達波蘭首都華沙 見證烏克蘭的市長 和中華電信簽署合作案 判藉由台灣科技實力 協助烏克蘭重建 也透過這樣的國際參與 持續展現 台灣 can help 的精神 記者林先生就黃偉才在 加拿大和波蘭的採訪報導